二十五年 因为有你 大家熟悉的星岛声音 酷姐 酷妹 大初级 哇 这个是我们好多好多年以前的口号 对 对 对 我们在星岛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做了多少 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然后做了多少年 你还记得吗 两千 多一点的时候 所以你知道当时我们要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妹妹呢 基本上是每个礼拜 我记得是礼拜一的早上 都是叫做半日游 对不对 就一大早就从它的东湾 湾区半日游 然后开到我家 基本上是在中半岛 法拉桶那个地方 然后再开到星岛的这个地方 真的是半日游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趋力 想做这个节目呢 其实星岛当时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空间 也就是说因为当时我一直觉得说 我们的就是所谓我们的华侨 这一块呢 他们对于医疗知识 或者是甚至说用中文去讲的医疗知识 蛮缺乏的 那这就是引起我的当年的动机 想说我可不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节目 可是事实上呢 真正如果认识我们朋友知道的话 第一个我们是真的姐妹 对对对 我们一定要澄清 因为每次到现在 我们已经到现在 还有人提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再问我这个问题 护姐 坤妹是不是真的 我们如假包换 那当初其实 她是先进星岛的 讲一下那时候的故事 因为我是1997年到美国来 那时候来美国的时候 是在念新闻 对 我在台湾是念新闻 然后就到Sensei Stay 继续念大众传播 是 所以那时候就是在星岛 就是开始实习嘛 记得那时候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是住在库姐家 那时候还在 Milpeters的时候 对 然后每天早上呢 要去星岛 就是那时候是播报 那个交通气象的 所以很早就要去星岛 那时候我就开车开得很舒服 你很厉害 我觉得她真正的 马路小英雄来着 对 我有一个别名叫什么 叫什么 苏大大 对 妈妈小时候都是把她 当成是男生这样养法的 对 所以那是一个非常 非常美好的回忆 对 我们是跟着星岛 看着星岛一起长大 这么多年 那这次呢 知道是星岛25周年 我们真的心理上 觉得蛮开心的 那这几年其实 户妹也转行了 转一个就是跟我 转去你的老本行 对对对 那我呢 渐渐的我孩子也大了 那我大的孩子 今年也大学毕业了 所以我也打算 在我的工作上 稍微告一段落 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社区 对于我们喜欢的这些广播 或者是这些 社区服务的工作 是永远不会放弃的 也谢谢这么多年 一直支持着我们的 台长听众 跟我们所有的长官们 也祝福我们的星岛 我们能够继续的 25周年 是 对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 25周年 生日快乐 啊 啊